我打西班牙之前我把上海杭州深圳给扎篮 对不对 打北京可能打不着 我们可以因为太远了我们可以拦截它 你如果很近的话距离 那个速度很快的话 你根本没办法拦截 你不是老威胁要揍我吗 我现在就弄点小暗器 那它这个小暗器的基础就是什么 就是芯片技术 它的背后就是台积电 背后就是台湾国防部 台湾的国防部 所以台湾它也很聪明的 台湾研发出一款导弹 这个导弹的速度是六倍的音速 而且可以超低空飞行 可以离地面一米 海平面一米飞行 遇到障碍物可以绕过去 也就是说我们去打它的时候 我们不是也用导弹吗 对吧 就是说假如大陆的武林高手 发一堆暗器 我们暗器还没到 他们的暗器把我们击中 它是六倍音速 所以现在美国国防部有26个人盯在台湾 一定要台湾把这个技术卖给美国 我们中国也有人 大陆有人盯在那 你要敢买的话后果自负 所以估计它就僵着这 台湾就自己掌握两边都不卖 对吧 两个老大都要这个暗器 都找你定制 对吧 那他就很聪明啊 这是他的生存之道 就你别给我惹急了 惹急了 我的暗器可以伤你 你把我拍死了 对吧 但我暗器也给你揍你够呛 对吧 那他能够伤害到我们哪里 那我们在这个什么杭州 上海深圳 我们就躲不了啊 他给你放这导弹 你拦截 没办法拦截 六倍音速 全球没办法拦截 而且他超低空飞行 你拦截导弹 离到他 离到他那个海平面一米的时候 你自己先掉下去了 对不对 你怎么可能拦截他 对吧 他好 他说我打不过你 我被你打西巴兰可以 但是我同时 我打西巴兰之前 我把上海杭州深圳给扎拦 对不对 打北京可能打不着 我们可以 因为太远了 我们可以拦截他 对吧 你如果很近的话 距离 那个速度很快的话 你根本没办法拦截 你不是老威胁要揍我吗 我现在就弄点小暗器 那他这个小暗器的基础就是什么 就是芯片技术 他的背后就是台积电 背后就是台湾空航部 这些也是举国体 如果再往下来玩的话 我们就芯片 对不对 那